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有这么一群游客在等着下午五点最后一班的渡轮 码头角落 一户祖孙三代的人家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带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 女孩苦得滋挖拦叫 把周围人搞得心烦意乱 眼看着空船驶来 一个个乘客上前准备登船 这女孩就是死死地拉着铁栏杆不松手 任凭几个大人怎么生拉硬拽 妈妈说你这是要干啥呀 咱票都买好了 这可是今天最后一班船 直到女孩发出一声长长的尖叫 旁边才有一位看热闹的乘客搭话说 哎 说你们家这孩子好像吓着了呢 爸爸就赶紧抱起女儿询问说 说闺女闺女 要不咱不坐船了 不坐船了 好吧 就你跟爸爸说 你怎么了 这说话间 渡轮靠岸 铁闸门展开 游客蜂拥上船 刚刚搭话的大叔也准备离开 小女孩哭着说 哼 我看前面那些人都没有偷 家里几个大人听了一惊 回头看看那些上船的乘客 爸爸说 你别瞎说啊 你肯定有跟着幻想呢 可女孩一句话把那大叔也给说愣了 停下脚步回头看看这一家人 再低头看看手里这五毛钱一张的船票 此时乘客已经全部上船 但闸门还展开着 犹豫再三 还是决定放弃 天色渐晚 细雨未停 几人无所适从地看着逐渐远去的渡轮 哎呀 你们咋没上船呢 我们这儿要下班了 工作人员匆匆打扫锁门 他们也不得不离开码头 不一会儿 岸边船来路上行人的呼喊 几个人也顺着方向遥望江面 看到船身迎着风浪摇摆失控 这一家人加上一个独行的大叔 就这么满面错愕 眼睁睁地看着渡轮逐渐沉入江中 大叔两腿一软 扑通跌倒在地 看了一眼小女孩说 孩子 你救了叔叔的命 也救了你们一家人的命啊 后来说是什么事呢 说船上有人醉酒打架 也不知道怎么 驾驶船只的船员也离港参与其中 导致船只失控 据说死了很多人 这事呢 是听我们家父亲一位邻居老大爷给我讲的 其中有多少真假咱们不知道 但确实我们身边很多人都有过这种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 就是生死边缘差一秒差一寸都死定了 事后都会难以置信 自己怎么会那么幸运就能躲过这一劫 我大概八九岁的时候去我表弟家玩 他们家旁边有一条火车道 也不知道他从哪弄了两根长长的铁厅 要带我去压铁厅 说要给我做两根飞镖 就是字的那种啊 我一听我操着这事太他妈酷了 就跟他一起来到火车道旁 把两根铁厅分别放在铁轨上 这火车一过去不就把它压扁了吗 回去再一翻打磨 那你壮哥就可以 那叫什么 两根铁厅压路林 甩头一子定乾坤 哥们闯荡江湖去了 两个小屁孩带着如此信念 躲在旁边的吐头下面探头等待 不一会儿 轰隆隆火车经过 其中一根铁厅嗖了一声 像一颗子弹一样 从我们两颗小脑的中间飞过 直接插在身后铁丝网上挂着的一块木牌上 这么长的铁厅 至少扎进去一半拔都拔不出来 我们两个当时离的距离特别近 就两颗脑袋中间的空隙也就二十多公分 我他妈耳朵边都能感受到那铁厅飞过去带出的风 卧槽 这要是大众 就算不死 扎到眼睛 也是他妈不得了的事啊 这还未入江湖 就死在自己的飞镖之下 你说这江湖得有多么凶险 二十多年后 我跟我姑姑说起此事 我表弟还在旁边偷笑啊 他都后怕惊出一身冷汗 所以如果你仔细回想一下自己儿时的经历 真的不得不各自感叹 就今时今日 咱还能坐在一起 在这儿吹牛扯蛋 那各顶各都是圣斗势里的不死尿 一灰你知道吗 那到底是什么力量 总是在我们命悬一线的时刻 一次次的保佑我们 逃过生死劫难呢 接下来我们就讲一讲 我看到过的 全世界最幸运的 两位击败死神的男人 第一位 山口江 这一听就是来自寿司国的名字 没错 这就是传说中 核弹都炸不死的男人 太平洋战争大家都很熟悉 珍珠港 中途岛 硫磺岛 关岛等等战争题材的电影 我们看了一大堆 寿司国不讲武德 漂亮国大义了 没有闪 1945年7月 准备好三颗浩子为之 分别命名为 瘦子胖子小男孩 其中瘦子在新墨西哥州 成功爆破实验 另外两颗经过一番城市甄选 最终将目标锁定在 广岛 与小仓 广岛是寿司国陆军本土防卫总部 小仓是最重要的军事工业基地 所以漂亮国的意图也非常明确 就是瞬间摧毁其军事能力 1945年8月6号 29岁的山口江当时就职于三菱造船厂 正好这一天在广岛出差 清晨在船厂码头与同事交接工作的时候 就已经响起了空气警报 眼看一架飞机从广岛上空掠过 什么都没发生 其实是一架观测气象的飞机 随后警报解除 山口江也在工作交接后离开 走到半路 发现有东西忘带 在折返回码头的途中 又看见三架飞机编队飞行 其中一架里面吐出三只降落伞 这下面的市民也在议论纷纷 说这漂亮国大白天的 在市中心众目睽睽之下 投放三名伞兵 他们三个落地之后会不会有些尴尬呀 这一次甚至连空袭警报都没响 其实这三个降落伞 还是气象观测设备 大概两分钟之后 地面上的人看到这架飞机 好像又扔下一个超大号的汽油桶 紧接着180度掉头 43秒后 在距离地面580米的上空爆炸 动物 一团从未有过的极致闪光 此刻山口江距离核弹中心 只有三公里 而且毫无折当 就这样被一股强大的气流震飞 落在十几米开外的农田中 几分钟后 恢复一时 左耳完全失聪 右耳嗡嗡作响 低头一看 整个身体全部灼伤溃烂 头发全部烧光 再看到眼前 浓烟灰白的废墟之中 尸横遍野 此刻他还不知道 爆炸中心500米半径的男女老少 都以化为灰烬 只在地面上留下一个个人影 这样傻愣在原地半天 便下意识地转身 艰难挪步 向废墟外围走去 才看到一些跟自己 差不多情况的行尸走肉 再往外 就遇见一些 形色匆匆的救援队 给他简单包扎后 安顿在一处避难所 第二日 也就是1945年的8月7日 山口江乘坐政府避难专列 返回自己的家乡长期 直接被送往三菱船厂的 附属医院接受治疗 8月9号返回公司总部 所以那个时代 数私国的职场 就已经这么卷了吗 三天前刚被核弹炸飞 今天就浑身包着纱布 就来上班了 可以啊 山口江与上级汇报 广岛码头的工作情况 与自己遭遇核弹的经历 上次听他描述 前所未见的白光 和蘑菇形状的云朵后 笑着说 你这肯定是让炸弹 给炸傻了呀 出现了幻觉 其实我也是遭遇过 很多次空袭的人哦 说话间 窗外又是一团极致的闪光 两人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 一团大蘑菇生腾而起 又是一股强大的气流 几乎将整栋房屋震碎 几分钟后 山口江与上次 在残垣段笔下 逐渐苏醒 上次惊恐尴尬的 看了看山口江 山口江说 我说有一团大蘑菇 你现在相信了吧 怎么会 怎么会炸到长崎来呢 由于小仓当日乌云敏布 无法锁定目标 所以临时就近改道备选城市长崎 由于强烈的核辐射 山口江持续高烧不退 山口也长期无法愈合 鼻血长流不止 很长时间内都无法长出头发 但他还是活了下来 在当地的中学 教了七年英语 60年代 三菱重工恢复生产 他便重新回到公司 在邮轮设计师的岗位上直至退休 2006年7月 拍摄纪录片双重被爆 2010年 93岁 因胃癌去世 所以看到这个案例 我就有些 就风中凌乱了 这核辐射究竟会给人体造成怎样的伤害 这种伤害到底会持续多长时间 是山口江对核辐射有天生的部分免疫吗 还是他命不该绝呢 第二位更神奇 弗拉诺塞拉克 我们就叫他老塞 老塞是克罗地亚的一名音乐教师 也是七次击败死神的男人 被称为世界上最幸运的倒霉蛋 其实前半生平平淡淡 所有事件都发生在他33岁之后 仿佛一到这个年纪 他就被死神紧紧盯住一半 1962年的一个寒冷的冬季 老塞正在高速行驶的火车上 悠哉地看着爆炸 突然一阵摩擦铁轨的刺耳声响 车厢内所有的乘客全部腾空飞起 原来火车在穿过一条峡谷时 因下雨积水湿滑 导致脱轨 冲出护栏落入冰冷刺骨的河水中 老塞忍着剧痛 拖着骨折的手臂 从尸体堆中爬出火车 浑身湿透一脸蒙圈地 坐在河水中的车厢上等待救援 事件导致17名乘客遇难 老塞也暗暗发誓 这一辈子都不要再坐火车 第二年 是他人生第一次乘坐飞机 结果由于机舱门故障 他被强大的气流卷出门外 在空中翱翔的两分多钟里 老塞脑海之中只有一句话 他妈的飞机也不靠谱 啊 重重地摔在一处农场的干草垛里 等他反应过来 跳下草垛 妈的发现自己竟然毫发无伤 之后在官方处理事件时得知 此次空难导致19人丧生 1966年 老塞已经养成无论远近 出门只坐汽车的好习惯 又再次因道路积水 汽车轮台打滑失控 冲出路面 落入冰冷刺骨的河水中 老塞忍着剧痛 从尸体堆中爬出汽车 浑身湿透一脸蒙圈地 坐在河水中的车厢上 等待救援 当他得知此次事件 又有四名乘客丧生时 他又感觉自己悟出了人生的哲理 这小命这东西 永远都不能交给别人 自此之后 无论山高路远 老塞都是自己驾车 1970年 他驾驶汽车悠然地行驶在山间小路 引擎盖突然起火冒烟 他迅速下车逃离 躲过了油箱爆炸 1973年 他的汽车燃料泵起火 火焰从通风口喷射而出 除了头发烧光 面部熏黑之外 再无其他伤情 1995年 被一辆高速行驶的 跋式侧面撞击 紧受轻伤 1996年 在一处盘山公路过弯时 为了躲避迎面而来的大型卡车 呜 冲出山间 由于他当时未及安全带 所以整个人被甩出车窗外 他就这样挂在悬崖的树枝上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汽车翻滚着 坠入90多米深的山谷 在面对这个男人时 死神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 正所谓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2003年 在老赛73岁生日之后的两天 他对着电视机惊喜地发现 自己购买的彩票中奖 奖金高达80多万欧元 随后呢 他在当地购置了两套房产 和一艘小型游艇 2010年 他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回归简朴生活 便将名下的全部财产 赠送于亲戚朋友 同事邻居 2016年11月30 87岁的老赛安详已逝 你会发现 越是这种经历万千生死节的人 越是活得长寿 咱们弹幕评论走起 聊聊自己与身边人 那些该死的危险经历 抽奖累积早目的平安务事牌 祝大家出道鬼月 逢凶化吉 B站YouTube微博各一块 希望大家多多评论点赞 积极参与 壮哥会统计评论区参与者姓名 录入抽奖器出去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网顶